去年有花友给我寄过来一个几个出江草的这个种球 然后呢我给种了半残不废的 去年呢是弄到花店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很土长 长得各种不好看 但是它会给我不少的一个惊喜 它从种下去以后呢 直到长出来苗子 就一直开花一直开花一直开花 一直到现在 然后呢最近状态特别不好了 上面这个我准备要给它修剪掉了 修剪掉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这样的话大家会看得更清楚啊 有很多的这种种球 现在呢也就基本上已经成熟了 咱们呢要做的就是给它 我想着给它拔了拔了 或者说是再附一层土 或者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薄薄的再撒一层土上去 让它继续这些种球再继续的去发芽 也或者说你不管它也可以 这种根系呢会自己长下去 不过个人建议呢 还是这种先亮一段时间 或者说你直接把这种种球采收下来 你看我这个长得就没有 人家寄过来的时候饱满对吧 我这个就是有点瘦 主要是还是因为缺光缺光 在我这个棚里面呢 虽然说冬天这了那了 在棚里面也是缺光 然后阴天比较多 去年的时候整体气候不好 这个呢就这样子了 咱们把这个种球往外拔了 你看这边 这些都是它的种球了 这个就往头里面一按 它就能活的 好吧 撒一层土吧 撒一层土拉倒就不管它了 这属于棋根结尾 对 它上面已经没有活性了 就去年的那个 它已经就是叫 这个时候就要叫什么了 化作春泥更糊化 你看在大自然界里面 它这个自然枯萎了以后 自然干枯了以后 它会自己降解不是 它会保护这个种球 它有一定的水分 而且这个会被温松泥慢慢的降解吧 营养再回报到土里面 这个就是化作春泥更糊化 也就叫落叶归根了 咱们用不着它 而且咱们盆在啊 没有具备那种大自然的条件 现在这个时期就不要没事老浇水了 可以浮一层土 这样子的感觉 这样子的感觉让它后期慢慢发芽 就行了 因为咱们盆土本身太湿了 这个天天浇水 天天就是还是有点水大 接下来就是别天天浇的水就行了 过一段时间自己又长出来 我们完了 种的季节不对啊 其实理论上来说 应该春种秋秋啊 咱们去年是冬种 结果算是秋种是吧 对 它正好是按季节来 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吗 生长一个季度 基本上就是发育一个季度 收获一个季度 休眠一个季度 就这样了 好了 希望臭宝妹 臭江草呢 遇到这种情况呢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就敷点土啊 也或者是把那种球弄出来 这个东西呢 建议大家还是春天种啊 这些个东西 秋天种也不是不行 我反正感觉这个季节 它这个季节收获 有点便便扭扭扭扭的 好了 就不算今天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野花四在一 下期再见 再见 来了 嘿嘿嘿嘿